第102集 吃东西?你他妈都不配做男人,也配吃东西?我看你呀,呦!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忽然看到林凡直接伸开右手,画拳为掌,直接以掌为刀,砍在了这个青年的手臂上。 钻心的剧痛让青年直接是哀嚎出声啊,跳了起来。 林凡拿起了餐盘中的一串烧烤,放在嘴里慢慢地拒绝起来。 正在品尝味道的时候,领外两桌的人也站了起来。 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些人是一起的,林凡自然也能够看得出来,不过他并没有理会。 不过是一些连武道都不会的人,只要不来烦他,他都懒得搭理他们。 婷婷知道林凡会武功,看到林凡瞬间出手,眼中还是充满了惊奇啊。 正好气地看着林凡的时候,林凡也抬头看着他呢,他连忙低头吃着东西。 林凡吃着东西,能够感觉到地上的脚步声密密麻麻的,这些声音都是在他的身后,声音也越来越大。 林凡直接将签子扔在了桌子上。 想动手的话,可是要想一下后果。 林凡不想动手,不过现在他心情正是烦闷呢,如果这几个人敢动手的话,林凡也不介意拿这些人撒撒气啊。 站在林凡身后的两个人,手里都拿着凳子,听到林凡这话稍稍一愣,不过接下来便胸向毙露。 他娘的敢欺负我们的人,我他妈干你! 椅子狠狠地朝着林凡的头砸了下来。 听听到声音之后,这才抬起头来,刚好看到这一幕。 如同吓傻了一般的呆呆地坐在那儿,嘴里吃的东西都从嘴巴里面掉了下来,耳边传出呼啸的声音。 林凡连头也没回,直接挥出拳头,拳头打在了椅子上面,木质的椅子瞬间碎裂开来,地上散落着木头碎屑。 拿着椅子那人,直接被椅子的反阵力向后撞击了出去。 他身后有一人,看到不好,连忙去接,接着也被撞得飞了出去。 连续三四个人都被撞出去,挺挺难以置心地看着林凡呢,这功夫简直变态啊。 这几人被撞之后,连滚带爬地站了起来,相互对视一眼,眼中带着恐惧。 他们不过就是一帮青年,哪里见过林凡这样的高手啊,连看都没看,就直接把他们打飞了出去。 这都不是恐惧的,他们甚至怀疑林凡到底是不是人呢。 林凡一回头,瞬间几个人向后一退。 你,你,你想干什么,别过来,别过来啊。 林凡自始至终都没有动,目光冰冷地说道。 滚,这个滚子如同天籁之音啊。 他们虽然都年轻气盛,但是却也不傻,明显能够看得出来,林凡这是不想和他们计较,连忙低着头向外走着。 林凡的位子在门口,经过门口的时候,一个个低着头,小心翼翼地,生怕林凡反悔揍他们一顿。 等到出了门口的时候,一个个犹如死里逃生一般,全都舒了口气。 再看林凡,依然坐在那里低着头吃着东西。 还看你妹啊,赶紧走啊,这个人还敢招惹啊,真你妈不怕死啊。 一个个透过玻璃,看到林凡的目光朝着外面看来,浑身皆寒呢,转头就跑。 这一幕被婷婷看在眼里,婷婷扑哧一笑。 你刚才真够厉害的啊,一群一个小朋友啊。 林凡也没有搭理婷婷,拿出手机看了一眼,还是没有电话和信息啊。 婷婷见林凡频繁地看手机,忍不住好奇地问。 你在等电话? 不是等你女朋友吧? 刚才你说你有老婆,不会是真的吧? 你赶紧吃完,吃完回家。 林凡说着话并没有停下来,嘴里不停地在塞着东西。 哼,你当我稀罕问你,要不是看在你今天帮了我这么多的份上,我才懒得问你呢? 林凡抬头看着他。 你说十倍奉还的,这并不是我帮你,你可以当作是借给你的钱。 林凡说着话,指了指桌子上的一桌烧烤,包括这桌饭。 婷婷气得真想把林凡的头都给打烂呢,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最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林凡是一个穷光蛋。 可是当他发现他拿出了叶家黑卡的时候,便明白了,这哪里是穷光蛋呢? 叶家黑卡里的一个零头,都比他从家里带出来的钱要多得多。 这不差钱,却这么抠的人,这还真是少见。 衣服计较也罢了,这一顿烧烤还要计较,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啊。 林凡刚说完话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连忙掏出手机,是城虎的电话。 立刻接通了,电话里传出来城虎那急切的声音。 林先生,我们找到容姐了。 林凡着急地说道。 哦,你们在哪儿找到的容姐,把容姐带回来了吗? 呃,林先生,您别着急啊,我们的人没有把容姐带回来。 不过你放心,容姐暂时没有危险,你放心好了。 城虎说话含糊其词,林凡追问他,人在哪儿? 这个,林先生,容姐说了,暂时先不要找他了,他会自己回来的。 五哥,我可是把你当做兄弟的,你把容姐在哪儿告诉我。 城虎挣扎了半天。 林先生,我知道你想知道,容姐已经吩咐我了,不让我告诉你。 既然你执意想要知道的话,那我就只能告诉你了,容姐并没有出西川,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二赖子早就死了,而且也不是容姐干的,是另外一个人干的。 这话林凡显然是不信的呀。 容姐如果没有受到伤害,怎么可能不回来呢? 更重要的是对她避而不见。 要知道,容姐上个星期就给她打了电话,整整等了一个星期才见面呢。 告诉我容姐在哪儿? 林凡的语气有些严厉。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个女人的声音很是陌生, 声音中带着妩媚和娇柔,甚至还有一丝纯针呢。 哼,容容,你以后可是我的人了,你就告诉她吧,也好一刀两断,这样你就能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了。 林凡瞬间警觉起来。 五哥,那个人是谁? 他是谁? 哎哟,小哥哥呀,你这么想知道我是谁吗? 哎哟,你看看容容,见不到你都很伤心呢,我都觉得容容很可怜。 林凡冷冷地说道,不管你是谁,最好把容姐和虎哥乖乖地放回来,不然的话我不会放过你的。 好了,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喜欢的话请点个订阅关注,也请点个赞,再会。